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项梁破了以后 他觉得没人控制他了 项羽年纪小 我看你不起 现在你们的部队都到我这儿了 我自己来带 这个就为以后啊 向这个怀王被杀买下了佛兵 他把项羽的部队也并走了 把吕成的部队也并走了 自己带 自将子 并且下面派兵 大家看看 与吕成为司徒 以他的父亲吕清为令婴 司徒管行政 令婴实际上也得下 都差不多的 以吕清吕成这两个人呢 给他管行政 培公也给了他荡郡长 奉为武安侯 将荡郡兵 处宋书属于骑士者高龄君贤这储君 他见到了储王 告诉储王怎么说啊 他说 宋义这个人呢 他当时就判定五心军的军呢 必败 居宋书军谷败 兵卫战而先解败 整次可谓知兵义 王昭宋义于骑士大约子 因资子为上将军 项羽为隆公为赐将 范真为魔将 这个地方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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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啊 实际上这个异地啊 就是除非当时除外皇啊 他也实际上一个兔子不当的 他是靠向家起来的 是不是啊 他这个时候呢 他把权力全部呢 分给其他人 屡称屡亲父子呢 屡亲屡亲父子呢 管行政 这个宋义呢 让他做上将军 就最高的总司令叫宋义做了 项羽给了他什么官呢 项羽之武功 名义上地位很高 实际上是副司令 啊 副司令 项羽手下的一个很有本事的一个范真呢 为魔将 魔将不是最后一个将 叫魔将 魔将就是参谋长 啊 参谋长 他做参谋长 啊 救招 叫他们带兵去救招 啊 这个时候你看项羽的位置第二位 啊 把他排到第二位 项羽能够做第二位的人吗 你想想看啊 你想想看 这次部队出去就要出事情 那么 诸笔将借着宋义 并且其他的部队 啊 你想 音部也好 补将军也好 什么也好 原来都听项羽的 现在不听项羽的 现在不听项羽的 听宋义的 你想这个时候 你想项羽的心里平不平啊 肯定不平 是不是啊 肯定不舒服 项羽佛了一佛去 自佛他 说说项羽一个人 其他人他都不佛的 后 这个宋义地位很高啊 他好为亲自观俱 行自安养 留四十六日不静 啊 行到安养 结果他一住就住了一个半月 啊 住了一个半月 项羽 吾文秦军委赵王俱乐 结尹兵渡和处置其外 赵英其内铺秦军 B 项羽去找那个宋义 我们一定要把它 要快一点 我们礼卫家机嘛 我们外面打进去 赵军里面打出来 宋义怎么说 宋义说不然啊 大不牛子夫 不牛子芒 不可以铺鸡舌 他举了个例子 牛芒不可以抓鸡舌 牛芒不可以抓狮子 金秦共赵 战身这兵匹 我成其弊 不胜 则我引兵故行而息 必具秦义 宋义他也是个魔力家 他说 我们现在到这里带兵 我们有个办法 我们的兵力啊 武器啊 兵都不是太好 让赵跟秦打去 让他们打 谁打赢了都行 如果赵哥打赢了 那好 赵哥打收掉了 我们也好 也好 秦国打赢了 那么秦国尽管赢了 他的兵师一定打得很疲劳 是不是啊 俊罗斯也是军师要地啊 城墙很高很厚 是一个很坚固的一个城市 你真的把他打下来的话 秦国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他打了以后 我们再去打他 等他累点 我们再去打他 这个魔力呢 从战略上来说也未必见错 未必见错 假如打不胜 我们再打不胜的话 我们就在那悄悄地往西面去 我们隐兵故行而去 我去大目大样地去也不要紧 不一定悄悄地去 我们大目大样地去 往西面去 打咸阳去 那一定会把秦国打掉的 古不如先斗赵敬 秦赵 斗 先斗 就是使秦国跟赵国先斗 他下面还骂了 还教训了项岳话 你看看 下面这个教训教训的怎么样 俯披肩折瑞 亦不如功 坐日运策 功不如意 假如披肩折瑞 冲锋陷阵 我不如你 但是于坐在藏众运策为吾 指挥大军 你不如我 项羽 我知道 他肯定当时面入不平子色 你宋义宋 我本来就看你不起 你现在做上将军 我做次将 宋义知道项羽不服 还下了一道军令 你看看 下令军中曰 猛如虎 狠如羊 贪如狼 强不可死者 戒斩子 意思什么意思啊 不服从命令的 杀 这个实际上知道命令发出去针对谁啊 针对项羽 针对项羽 大家注意啊 这里面有几个 猛如虎 老虎是不是很凶猛的 老虎凶猛不凶猛 贪如狼 狼是不是很贪的 又贪又凶 对不对 狠如羊 这个狠就这个狠 羊狠不狠 羊狠不狠 我小时候读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觉得司马迁用词有错误 狠如羊 你们有没有看过《豆羊》 看过吗 听过 看过《豆羊》的人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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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过 我后来看了《豆羊》以后 我相信司马迁讲得对的 富羊这个地方一个农家热 有一次我们中文系老师去搞活动 我去看《豆羊》 他们说《豆羊》 我想《豆羊》有什么好看的 《豆牛》好看 没想到牵出来两个羊不大的个子 两个羊一出来就斗 怎么斗都你知道吧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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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羊 两个羊出来 一看 他们马上各自站好一个位置 大概量了一下中间的距离 两个羊站好 怎么斗你知道吧 两个人 两个羊同时两边倒下去 这个头 很响的 很响很响的 打到头部穴里往 一看 两个羊还可以站起来 第二次再站 再好比划比划距离 两个人再同时倒下去 或者是你退后几步 我退后几步 两个冲过去 两个往前冲 拿那个脚去顶对方 这个头的撞起来的声音是 你从来没听到过的 所以我后来看了这个斗羊以后 我知道 司马迁写的很如羊 这个是对的 然后你可以看看 平时小羊买买很温顺 真的斗起来它是很如羊 很如羊 下次有斗羊的 尽管惭愧一点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因为我们便于理解 司马迁的画 所以他举了三个例子 把羊虎狼合起来称 这个没什么错 没什么错 我看了那是斗羊之后 给编了看法 那是那前棋子宋相相齐 身宋子无眼饮酒高贵 这个宋仪非常骄傲 我下了这道命令以后 反正我的险兵队警卫队非常厉害的 我不怕你项羊 你是我的副司令 你必须服从我 这边的党 赵国跟秦国去战 这边呢他干什么呢 做了一件事情 把他儿子派到齐国去 齐国去 因为齐国现在跟宋义的关系非常好 尤其高林军贤去跟楚海王讲了一番话 肯定回去跟齐国也讲一番 宋义这个人了不得 他叫我走慢一点 结果我古然这条命就逃出来了 所以齐王对宋义影响非常好 他现在宋义把儿子也送到齐国去了 并且自己亲自送他到吴远这个地方 吴远也是一个地名 吴远这个地名 吴远这个地名后来我们历史上是 吴远出了一个丑女 我们浙江这个地方是出美女 吴远这个地方是出丑女 当然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吴远蕾的人 吴远蕾的人他叫自己长得很漂亮骂死我 当时历史上历史上这样子 饮酒高会 送儿子送到吴远这个地方喝酒 因为宋义的策略我等 等秦国跟赵国新打掉 这个本身战略上也是一种战略 但是给相遇抓住机会了 天寒大雨四座洞鸡 你要知道几十万部队在外面的时候 四座是很冷的 有些洞鱼没有 对不对 住住什么的 奔住房子的 这种帐篷大起来都漏鱼的 是不是 相遇趁机鼓东四兵 怎么鼓东 大家看相遇 他说 他说你们现在没饭吃 按照我的策略应该怎么样 赶快就渡兵 渡江打秦 把秦国打掉了之后 赵国现在等着我们进去 赵国居住城里有的是粮食 大家可以吃饱饭 在于赵呢 兵力共秦 但是我们现在总司令说 臣其必 还要等秦国落下去以后再打 他说赵国是刚刚建立的 赵国是刚刚因为赵夕是夏良那个下令 听了范中的话以后 让六国的人都起来以后才建立的 现在张甘带了秦国的那么多部队来打 肯定会把赵国打下来 张甘为什么选赵国 大家知道不知道 战国的时候啊 除了楚国跟齐国以外 其他强的就是赵国了 赵国是很会打仗的一个国家 赵国大家之前出了多少军事家 连普 赵舍 对不对 对军事家 当然 后来也出了个军事家 戴引号的赵阔 赵阔大家知道 直上谈兵 是不是啊 这个叫赵阔 赵国是出军事家的 很会打仗的一个国家 所以秦国现在要打的也是他 赵局而勤强 如果秦国把赵国没掉了 项羽说 那么秦国的粮 赵国的粮食啊什么东西 都增加到秦国这边去了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有什么必可以称呢 且国兵新铺 王座不安歇 扫紧内尔专注于将军 国家安危 这次一举 今不许四座尔逊其事 非社稷子 臣 这个话 这句话 鼓动下面的话 鼓动下面起来啊 反抗宋义 那么大家商量好了之后呢 项羽臣找上将军宋义 项羽一早起来就去见宋义 早上最好 早天晚上喝酒喝喝醉了 一点力气也没有 真的睡觉 早上起来 副司令要见郑司令呢 谁敢祖来 是不是啊 他一下子就进去了 这次帐中展宋义头 他去看宋义 宋义还睡觉睡得迷迷糊糊 一刀把他杀掉了 脑袋看起来 项羽的力气多大 你就是旁边站了一排警卫员 他也不怕 是吧 并且把宋义的头展出来 初令军中约 宋义与其谋反楚 楚王英灵于诸子 我现在不是我杀的 楚王私下给我一个命令 把宋义杀掉 这个明显我们知道 像于造假 但造了也就造了 是不是啊 当死是诸将借舍佛 莫敢自武 大家自武 我们就取两个字的声音好了 自自武 谁都不敢讲什么话 戒约 首令楚者将军家业 他说本来就是我们这个部队 本来就是你项羽家里的 项羽项羽的 对不对 敬将军诸乱 大家的舆论 大家的舆论 今天你是平定了一次叛乱 项羽这次把宋义杀掉 实际上一下就要杀头的 但是大家最后到这个结论说 今天你杀的好 提 杀的好 那项羽 依 共力于位假上将军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假不是我们今天真假的假 假是代理的意思 代理 大家一起商量 你看项羽说你们看看怎么样 我今天把总司令把他杀掉了 你们看看下面这部队谁指挥 谁敢做上将军 大家说你还是你项羽做吧 当然处方命令正是没到 你就先做代理总司令 副司令代理总司令 并且派人追宋义子 截止骑 杀子 并且赶快派快兵去追 把宋义的儿子追掉 免得宋义啊 一听说老爸被杀掉了 既然骑过的兵力打他又乱了 这个事情不好杀掉 是完处报名于怀王 怀王因此 项羽为上将军 当阳军补将军借所项羽 楚外皇只好下命令啊 叫项羽组上将军 并且给他部队还增加了好多人 当阳军补将军呢都说他管 项羽以撒亲子冠军 威证楚国明文诸侯 那前当阳军补将军 降作两万渡河 旧聚落 占稍利成与佛琴兵 项羽那吸引兵渡河 借沉船 曝附翁 烧楼舍 项羽这个人打仗啊 他也有他的勇敢 渡河的时候 渡过了河 去救那个赵国的时候 部队渡河了 我们大家知道 部队用船 还有那种温 那种斧 就是瓦片瓦 瓦做的那种烟切的缸啊 在人做的里面也可以渡河 渡过去了之后 缸全部炸掉 这个船也烧掉啊 呃 我们坐的帐篷也全部烧掉 不要了 通通不要了 为什么呢 我肯定我我我打赢了 我就到赵国聚落城里面去 啊 我绝对不回来 每个人在三天的粮食 已是四座必死无一还心 于是指着为黄里 与秦军战与九玉 九战 九战就是打了多次 决起庸道啊 把秦国的运粮食的庸道都把它断掉 大破子 杀苏脚 弩亡离 射箭 不详处 自烧杀 当时是楚兵灌诸侯 诸侯军就聚落 下着十余兵 莫敢重兵啊 结果就是楚国的军队啊 去打打打打秦军 那个时候呢 项羽这支部队是代表楚 楚国的楚外王的 那么还有其他的 你不要说其国啊 你不要说艳国 你不要说卫国 他有多有部队 招募作样的派兵出去救他的 但是大家都搞了个逼 搞了个逼 就是造了个小城一样的 在那里 项羽向楚军发起总攻击的时候 其他的诸侯兵都在币上看看 在城墙上面看看 看你谁赢 他都不敢打 谁都不敢打 杰楚就请诸将戒从币上官 从战士无不移 当时处兵呼声洞天 诸侯军 无不人人 惨恐 大家看一下 无不 无不 这些诸侯兵彻底建立起来 于是 项羽是位诸侯上将军 诸侯介绍业 这个是项羽最大的 他不但做了楚国的上将军 楚国的楚军的总司令 他还做了那么多国家的联军的总司令 诸侯上将军 大家都听他的 大家都听他的 项羽是武将军日夜饮兵渡三户 军张南于秦战在铺子 项羽西饮兵且秦军于水上大铺子 你看铺子铺子一路铺子 张干四人欲项羽约 项羽朝军力摩约 梁少欲听起约 张干求和 希望跟项羽一起投下他 项羽是可以 写了那么多 大家都没想到刘邦在干什么 刘邦在干什么 大家看到下面 刘邦已经悄悄地进入到咸阳里面去了 项羽火火大了 我在这边打得要死 你倒进了咸阳 秦国的首都则军什么都有啊 鸿门宴里面刘邦跟项羽家 我把苦腹都封住 我什么什么什么都等着你来 我一点都没动 实际上我估计 郭库里的金银财报全抢光了 肯定抢光了 你看我为什么说这个话 你看《死记》里面写刘邦到哪里出手很大方了 后来项羽离了什么功劳 我给你多少黄金 某某将军离了多少功劳 我给你多少黄金 这黄金某某男人 肯定的秦国的货都已经搬光了给他 留下几个空的给项羽 所以项羽就祸死了 后来火烧上个月把它全部给把火烧掉 刘邦相遇在大党 刘邦占了大便宜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